我怎么变成臭豆腐了 鲜铭 我怎么变成冰淇淋了 我怎么变成一杯可乐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三个好好享受吧 我怎么突然到餐厅里了 难道我梦游了 好饿啊 好多吃的 有我最爱的臭豆腐 让我尝尝 不要吃我 我吃 等等 好羡慕好羡慕我 不要吃我 我是大宝 你听见了没有 我是大宝 石头豆腐 怎么能没有辣椒酵呢 不要 我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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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辣 我快融化了 谁来救救我 算了 先吃冰淇淋吧 都快融化了 不要吃我 快去让我融化了吧 小雪 我来救你 我救 哎呀 这可乐怎么撒了我一身 不想吃了 可恶 咱们说不吃就不吃了 算你们逃过一劫 好险好险 好险好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变成食物了 真没意思 去外边看看 食物之力 我变 我怎么变成包子了 牛奶的家 你怎么了 真有意思 我再变 蒙面人 你快住手 我才不听 我要把你们都变成食物 神灵痴 我的魔法比你厉害多了 小朋友们 快发送依依依帮我补充能量 打败蒙面人 不然 通魂王国所有人 都会被蒙面人变成食物了 可恶 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发送依依啊 好的依依啊 我的能量比以前增长了一倍 谢谢小朋友们 精灵痴 蒙面人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把大家都变成食物 我去告诉你们吧 我是食物精灵 食物精灵 我的好朋友 你怎么一直在童话王国里捣乱 我没有捣乱 你们看看地上扔的那些食物 是我没吃完扔的 哼 在童话王国 每天都是一百吨的食物被浪费 我只是让所有不爱心食物的人 都感受一下食物的难过 小精灵 我们快找食物精灵道歉 食物精灵 对不起 我们知道错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原谅他们呢 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小眼睛 看老师 你们只有一小时 谁能先出来 就看你们自己了 没问题 我们准备好了 被译为斗罗大陆最强气武魂是什么 靠天锤 小贝答对 小贝的手可以出来了 太好了 我一定要先出来 下一题 唐三有几块魂骨 五块 三块 六块 我知道了 是七块 没错 大把的手也可以出来了 当然够了 小贝姐姐 真像我们俩一样了 我肯定比你快 哼 我明明记得四五块的 下一题 冰公主是哪里的人 对 迷你世界 不对 兜了大陆 不对 那是什么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是迷你世界的 发送一一一一 是精灵梦一罗绿的 发送二二二二吧 是精灵梦一罗绿 答对 小贝姐姐 那是我问小朋友们的 不好意思了 小贝 小贝答对 小贝的手也可以出来了 我也出来了 小贝 这下只有你还没出来了 大家要加油了 离锁住时间还是十分钟 时间到了 就出不来了 我不要 下一题 我一定要答对 下一题 哪一组全是叶罗里战士 一 曼多拉兵公主王墨 二 王墨陈思思舒颜 是一 我选一 小雪 你呢 我选二 大宝 我选一 陈思思不是叶罗里战士 小妹呢 我选二 王墨陈思思舒颜 全都是叶罗里战士 熊妹你选错了 应该选一 答案是二 全是叶罗里战士 小雪熊妹 恭喜你们 答对 小雪 你的脚可以出来了 熊妹 你的手可以出来了 太好了 不行 小雪已经快要出来了 我不要被关在这里 我要加油了 黑暗魔王 你快说下一题吧 好 下一题 熊孩子是哪里的人物 一 熊出目 二 迷你世界 肯定是熊出目啊 黑暗魔王 我选一 不对 是迷你世界 黑暗魔王 我选二 我也选二 我不知道 答案是二 熊妹小辈答对 我就知道 跟着熊妹选准没错 熊妹小辈 可以再多出来一点了 熊妹和小辈的脚 都可以出来了 太狠了 快让我回家吧 我也要回家 时间还有五分钟 你们就都要留在这里了 我知道了 黑暗魔王 你这是在拖延时间 我们明明可以不打题 直接逃出来的 大家快出来 我们走 我出不来 我们也说 奇怪 你们都中了我的魔法 小雪 你怎么能动的 你的魔法对我无效 大家等着 我现在就去请小精灵过来 不行 不能让小精灵抓到我 我跑 小精灵 你快抓了黑暗魔王救出大家 黑暗魔王呢 他跑了 我先救出大家 精灵之力 我现在去追黑暗魔王 小朋友们 关注我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不要走什么吃什么 我先来 食物大转牌 转吧 什么 大蒜奶茶 给你大宝 老师 我可以换换吗 不可以大宝 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那好吧 娘娘娘 好难喝呀 这是什么奇怪的味道 大宝 你还是不要说话了 你一说话就一股大蒜的味道 对呀 好难闻呀 到我了到我了 食物大山盘 转吧 太烤了 竟然是我最爱的车豆腐 熊妹 你可比高兴的太早了 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给你熊妹 不对呀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闻起来 怎么是奶油的香味 对呀熊妹 你占到的是奶油味车豆腐 没错啊 什么 我的天哪 奶油味臭豆腐 这是什么各样料理呀 怎么转盘上的食物都这么奇怪 熊妹你快吃吧 我还没转呢 娘娘娘 我好难吃 我可以不吃了吗 不可以熊妹 你要把它吃完才可以 那好吧 娘娘娘 我以后再也不想吃这种豆腐了 实在是太难吃了 终于轮到我了 看我小辈能转到什么好吃的 食物大转盘 转吧 太高了 既然是我最喜欢的红烧肉 我都要流口水了 给你小辈 不是红烧肉吗 这里面的草莓是怎么回事 小辈 这个是童话王国最厉害的厨师 做的五星期料理草莓红烧肉 什么 草莓红烧肉 哎呀这是 这又是什么黑暗料理呀 小辈快吃吧 小雪还在等着呢 好吧 喵喵喵喵 呗呗呗呗 好难吃 我再也不想看到红烧肉了 我对红烧肉有阴影了 专排上的食物好奇怪啊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吃这些东西 就是啊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来这些终极黑暗料理啊 就是就是难吃苦了 哼这才不是什么黑暗料理啊 这可是童话王国最美丽的人做的 你们真是一点都不识相 能吃到这些美味的食物 你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食物好奇怪 老师说的话也好奇怪啊 唉 我还是再看看再说吧 小雪到你了 快来转吧 好的 我转 啊 大葱蛋糕 哈哈 小雪 看来你才是最惨的 大葱蛋糕 这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小雪 你也太可怜了 比起来 还是我的大蒜奶炒好一点 给你小雪 快吃吧 啊 可是 啊 怎么两个应景老师 你是谁 碧 爱上 怎么是你 爱上 你使得是太过分了 让我们吃那些黑暗料理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呃 不是这样的 这些食物都是我做的 我只是想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而已 啊 原来是这样 好 小朋友们 如果让你们选的话 你们会选择什么食物呢 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小雪 小妹 黑暗魔法 你也给我睡吧 看吧 你在干什么 让他们昏睡 这是做坏事 你不可以这样 够了 我们黑暗王国的人 就是要做坏事 可他们是我的朋友 从今天起 他们不是了 我告诉你 黑暗魔王 你是我们黑暗王国的人 我黑暗老爹的儿子 以后 只能跟我做坏事 我们的目标就是 占领童话王国 我不要 这样小朋友们会讨厌我 给我打零分的 老爹 你也别这样了 不然小朋友们 中嘴 你不说他们就不会 大家都喜欢厉害的人 只要你足够厉害 是不会有人给你打零分的 警告 警告 有坏人 伤害童话王国的人 不好 快跟我走 我不走 小雪他们还没醒 我要陪着他们 我感觉到黑暗能量了 他们应该在这里 不好 不能被他们抓到 我先走 精灵之力 黑暗魔王 你竟然敢伤害小雪他们 不是 精灵先自己误会了 是黑暗王国的人干的 你不就是黑暗王国的人吗 是 真的不是我 是 我真的 要说出爸爸的名字吗 是什么 没 没什么 是我干的 精灵先子 你把我抓走吧 黑暗魔王 你这个坏孩子 坏我的孩子 什么孩子 你对小雪他们用了高级黑魔法 他们到现在都没醒 连小精灵都救不醒他们 都怪你 什 什么 小精灵说了 如果今天不能解除黑魔法 他们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你现在 快去给我解除魔法 可是 我根本不会搞急黑魔法 只有我爸爸会啊 我 你什么你 快给我去 快施法 要是我的孩子们醒不过来 我要你好看 好 黑暗之力 啊 我们 我们怎么了 太好了 我的孩子们 你们醒了 看下来 让妈妈看看 妈妈 我动不了了 我们也动不了了 这是怎么回事 黑暗魔王 你又在搞鬼 我 我真的没有 实话告诉你们吧 搞急黑魔法是我爸爸下的 我 我不会解 什么 是黑暗老爹对小雪他们下的手 是 我开始没告诉你们 是因为他是我爸爸 小雪他们是我的朋友 我很纠结 这 可是黑暗老爹在黑暗王国 我们都没法进去啊 我 我有办法 我们可以这样 这 可以吗 只能这样了 那好 你说什么 你对我儿子下了高级魔法术 没错 谁让你对小雪他们下黑魔法的 你真卑鄙 你为小雪他们解除魔法 我为黑暗魔王解除魔法 这 这 可恶 要是为他们解除了魔法 我占领同狂王国的大忌 就要延后了 可黑暗魔王是我的儿子 我该怎么办啊 怎么样黑暗老爹 你想好了吗 要不要交换 艾翔 给你一百包蜡条 我都帮我 大家怎么都这么快就收集到了一百包蜡条 给你们巨无霸大蜡条 黑暗魔王 跟我去管理局 等等 为什么 因为你的蜡条是自己做的 没有安全标志 竟然还卖给别人 可是黑暗魔王 并没有卖蜡条给我 没错没错 我可没收集 我是把蜡条送给艾翔的 黑暗魔王把蜡条卖给我了 人证物证都有了 黑暗魔王 跟我走吧 不要啊 我知道错了 黑暗魔王给我的蜡条上 果然没有安全标志 不合格 小朋友们 买零食可要认准这个标志哦 小雪的一百包蜡条够了 小雪是蜡条大王 太好了 快给我巨无霸大蜡条吧 住手 小雪 你的蜡条被没收了 为什么 我不服 你的蜡条是从哪来的 小朋友们给我的 是黑暗可可这个小朋友吧 黑暗可可给你蜡条 你替他写作业 没错吧 原来被发现了 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们两个 今天都要写两份作业 跟我走吧 我差一点就能当上蜡条大王 拿到巨无霸大蜡条了 大宝小贝 黑暗魔王和小雪收集到的蜡条 都有问题 你们两个的蜡条是怎么收集到的 不会也有问题吧 艾莎 你放心 这些蜡条是我们做好事换来的 绝对不会有问题 我们帮妈妈做教务 帮老奶奶过马路 好吧 我相信你嘛 可是 收集到一百包蜡条交给我 才能当蜡条大王领奖品 你们两个一共给了我一百包蜡条 这算是谁的 就算是小贝的吧 一个人收集一百包蜡条太难了 我们两个一起 才收集到一百包蜡条 奖品可以平分 没问题 给大宝既无霸大蜡条 给小贝蜡条大王的王冠 我和大宝都是蜡条大王 王冠我们轮流带 小贝怎么不见了 小贝带上蜡条大王的王冠 他被产生到蜡条王国了 好吧 那我回家等小贝回来 小贝不仅成为蜡条大王 而且会成为蜡条怪 小朋友们可别告诉大宝 你有蜡条吗 没有 消失 你有蜡条吗 我没有 小贝你怎么了 消失 小贝你在干什么 快醒醒 你有蜡条吗 我有 这是我们一起获得的 巨无霸大蜡条 给我 小贝你到底怎么了 小贝已经变成蜡条怪了 他吃完蜡条 就会让你消失 你有蜡条吗 糟糕我没有了 小事 助手 精灵之力 我伤害了大家 小贝别难过 我已经让大家回家了 这都是艾莎的错 不能怪你 我送艾莎去坏人管理局 跟我走吧 不要 我再也不敢干坏事了 大宝对不起 巨无霸大蜡条都被我吃了 没关系 朋友比蜡条更重要 小朋友们说 对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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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